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的一名国际服版家 目前所在的骑士团是沙耶之歌 这个骑士团里面充实着取得有趣的人 让我的游戏体验有的非常轻松愉悦的感受 首先参加这次比赛主要是来自于对D7史诗的热爱 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热爱 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热爱大家的运气 让我有幸晋级总决赛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决心 比赛嘛 总得参与就好 这位韩普选手的ID让我非常深刻 因为从一开始跟他角力度不上 我就感觉到他非常的强悍 就是他每个角色都有着超高的练度的同时 还能保持第一批的滴水独漏 就是第一场遇到他只能说装剑鬼了 就是我也留意了 也看了那个之前近期的8倍选手的录像 就是每位选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套路 我这种温柔就基本上属于那种东天气凑起来的 就是很难对他们形成威胁 如果说有能赢的人的话 我可能自己都不信 没有想要回避人 反正谁都打不过躺平等死 我肯定是认为我目前队上的这位韩普选手是特别有机会躲冠的 毕竟他蝉联了两次RTA前面两个赛季的第一名 第三赛季也只是因为有突发状况没有参与进来 所以说他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我是比较倾向于他能躲冠 就是就是我不觉得我自己能赢 就是如果说要立一个flag的话 就是如果这次比赛赢了 我就回老家结婚 可能会拿出一部分作为奖励吧 就是通过自己的圈子就是奖励给大家 作为大家一起开心的喜悦 就大家分享一份喜悦 正义的话就先存起来了 后面可能也是会慢慢回收 慢慢通过游戏回收掉的 当时就是觉得自己PP上没有输典型的投铁 我觉得这个阵容是优势能打的 所以需要再来一次 也是因为自己投铁才断送了圣泽祖的机会 就是有留意到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的头像一直是利迪卡 所以重铸利迪卡荣光 我被义不容辞 战据只能说是见招拆招吧 我还是倾向于就是能让心爱的利迪卡 能上场 就是在我这么长的游戏生涯里面 就是第七史诗已经是陪伴了我最长时间的手游 而且这个游戏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保持着对游戏的乐趣 所以也能大家一路走来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游戏方的诚意 他们一直是以100%的诚意在基因着这个游戏 所以在中国没有任何宣发的情况下 也有着大批量的玩家来维持这个游戏的口碑 这无疑是对这个游戏最大的认可 所以说就是希望支持我的朋友能继续支持一切史诗吧